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诗经论》所造的阿毕达摩居士论 阿毕达摩居士论当中现在讲 结的分类的话 那么彭仁波切的课判当中分了二十一种 就是有之数和无之数的差别 就是先讲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说是有言即是七心结 一即法结之一半 这是第八个问题里面 就是颂词是这样的 第九个问题里面就是颂词说 九五之说八于神 其余九节有二种 就是讲这个道理 其中第一个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这里十八个节当中 哪些是对法有言的 哪些是无言法 十八个节当中 它分有言和无言 这里面的这个有言无言呢 我们这个愿呢 有时候就是身为 比如说有言无言的话呢 就是我对这个是有言分无言分 也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但是在这里呢不是这个 它这里的这个有言无言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信和信索方面案例的 比如说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执着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这时候我们称为是这个有言 就是有言的意思 然后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没有这个置于外境 就是没有置于外境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候不叫那个这个愿 就是也叫做是这个无言 因此呢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言根的话 虽然去外境 但是这个言根呢不叫这个愿外境 信和信索呢 愿外境 所以我们经常呢 就是愿对境啊 愿的时候呢 就应该知道是 它是那个信和信索的一种特法 就是信和信索呢 就是趋入外境 或者是信和信索呢 执着外境的一种专用名词 就是称之为叫做这个愿 信愿什么什么 信索愿什么什么 这个可以说的 但是我眼睛愿什么什么 就是这种这个说法呢 没有的 当然这个色法与色法愿的 这种说法是更没有的 因此这个愿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记住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学现观众严论啊 或者是这个波日啊 这个时候呢 经常也应用 但是有些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呢 就是学这个现观众严论的时候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句实好学 就是应该多学一点 句实好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讲那个 那个显观就是句实论的时候呢 哎 中观好笑 应该是这个多讲一下中观才好 我对中观很有信心的 我对英明很有信心 我对大愿门很有信心的 其实我们讲过大愿门信心修习 就是大愿门信心修习 讲大树的时候呢 哎 能不能就是讲一个什么句实论 就是说一般有些人呢 就讲一部论点的时候呢 就是对这个就完全都就好像没有这个信心 就认为是另一个这个法师 可能特别殊胜了 这是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这个违缘吧 因为他正在这个信专入这个法的时候呢 就是魔众来干扰你 就是要求你呢 就是不要学这个 就是让你暂时呢 就是像这个重视其他的法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就这个错过这个机会了 就是然后讲完了以后呢 你想学也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所以我看有些金刚道友的这个心态的话呢 就是好像讲一个法的时候呢 就是对另一个法呢 就是挺有兴趣的 这是可能是不太好 也许都是可能是你的这个爱好 就是也是很有缘分 就是对其他法呢 就是很有缘分的 但是总而言之呢 我们那个学不管这个哪一个法呢 就是只要调伏自己心的话 只要这个真正是对这个佛法生起信心的话 都是是有利的 就是都是有用的法 如果你的这个所学的法呢 就是不能这个调业心方面的话呢 就是不管哪怕是这个学的无上大圆满呢 就是对你的这个相续当中是不一定有利的 他这里病散有缘等无类 就是这个科班呢 没有这个麦法仁波切分的那么细致 那么他这里这个有缘即是七星戒 以及这个法戒之一般 就是他这里这个十八戒当中哪些是这个有缘呢 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有缘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七星戒 就是七星戒的话呢 就是这个信网就是上面这个分的吧 就是也可以说 然后七星戒里面最后的那个一根 以所谓的这个一戒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本体上呢 就是以这个前面的这个世呢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他体的 就是应该这个本质上呢 就是是一体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世迹吧 世迹呢就是全部包括在这个信网方面的 就是信网和信所 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信网和信所呢 就是有缘的就是有缘的呢 就是就是这个七星戒 就是七星戒 然后呢就是一戒这个法戒之一般 就是法戒呢大家都知道 就是法戒呢就是它就包括了这个什么这个信 什么这个云啊 那个相信 相信那个 那个数相信就是还有呢就是无为法就是 就是数相信里面呢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信运 信运里面呢就是有信所 所以它那个信和信所呢就是它这里信所吧就是信所 四十八个这个信所的话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法戒当中 它这里一般呢就是并不是是真正那个法戒的这个一般啊就是它不是这样分的 但意思呢就是法戒里面的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就是它这个法戒里面有关信所方面的一部分呢也是这个数据是这个有缘的 因为信和信所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缘的 那么除了这个信和信所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戒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十个半戒吧 就是十个半戒十个那个色法就是无根和无尽 然后呢就是法戒的一半就是法戒的一半 那么这些呢就是可以称为是那个就无缘法 就是无缘法 这个颂词里面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理解 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哪些是这个有之数和无之数 它这里这个有之数和无之数呢就是意思是就像这个具不具足性 就是具不具足性 就是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心的这个相续琐事和畏心的相续琐事啊 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吧 它这里呢就是说九五五五之数 就是它这里这个九种所有的十八戒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九个呢就是实际上是无有这个五之数 那么那九种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八个就是前面那个七星吧 就是然后这个法戒的一半就是算为这个八个了就是他这里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法戒的一半也是算是那个八个就是 就是前面因为这个讲的那个八种吧就是那么这八种和再加上这个圣应就是再加上这圣应 那就是五之数呢就是五之数呢就是这两种都有 他这里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五根和 然后在这个五根的这个群体当中这个存在的这四经吧就是这四经的话呢就是包括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有之数啊就是有之数 就是他有这个有这种这个有之数 然后那个按照那个按照有之数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未来和过去就是未来和过去就是未来和过去的这个这个五根和 还有这个未来和过去的这个在五根群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个这个除了生意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四经的话呢就是他称为是这个五之数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就是 所以呢就这里面呢就是已经宣讲了他们有之数的一种这个特殊的观点 实际上是未来的这个根和未来的这种这个法呢就是也是实际上是现在来说的话是不存在一样的就是有没有这个指数的这种概念呢就是不应该是有的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是这样说的下面在讲义里面就是说 若文十八节中有缘法有哪些 有缘法有哪些就是下面就回答说有缘的法呢就是即是说这个七行节 然后必等愿对境之执着之果就是因为为什么是这个七行节呢 七行节呢实际上是缘这个对境就是他没有各自不同的那个对境就是 因此呢他这个真正的这个意识的话呢他虽然是没有真实的这个对境就是因为他一根的话呢就是他真正缘外境的对境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也应该是这个是一种这个相续的就是他这样的原因来安利的 然后法界的一般一切信索呢也是有缘法就是刚才那个七行节加上呢就是叫做这个刚才这个法界的一般就是法界里面呢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信索吧就是信索信索在这个心里面 然后 神语的十个半戒是不相应法就是神语的就是这些法呢就是十个半戒就是刚才无根无尽 然后再加上是个法界的一般就是法界一般里面呢还有不属于这个心的像那个虚空啊就是等等就是还有那个 就不相应性就是像那个得损啊同分啊生命啊等等 这些呢就是全部都包括在不相应法当中 因而成立无缘法就是这个就成为是这个无缘法 然后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这个解释的 十八戒当中有之数的有哪些无之数的有哪些 他这里这个十八戒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有心的有哪些 无心的有哪些就是可以这样这个说的吧 十二者的有哪些 那么下面就是对他回答说的 为心之数的有九戒就是 十八戒当中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是心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这个具足这个心吧就是他他自己呢就是是具足 他这里这个有之数和无之数呢就是具不具心就是十八戒当中哪些是具足心哪些是不具足心 但是他自己是心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具足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具不具足 比如说具有这个财产的有那些人的话呢 财产他自己呢就是不能叫那个具不具足就是具牦牛的人有哪些呢就是 那么这个牦牛呢就是他不能这个说是这个牦女具足牦女就是不能这样这个一体的方式来这个说 所以那个具有心的就是他这里这个有之数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具有心的 那么不具足心的有哪些呢就是不具足心的也就是说这个七个心结 人发界的一般的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无碍的这些那个心所吧就是八种 以及这个圣影他这里这个圣影前面呢就是圣影当中也是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有之数这个有之数所舍的这个圣影和微之数所舍的圣影就是分量两种 但是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前面呢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大众的因而产生就是大众这个所造的角度来讲的 他这里这个圣他自己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也包括在这个无心 就是无心当中因为他这个圣呢就是不具足这个心 所以呢就这个跟这个其他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的就是圣他自己呢就是不具足这个心 发界的一般然后这个无碍界八种这个以及这个圣影就是这九种就是 然后燕灯无根色相为处其余九界是有之数和这个无之数均存在就是 就是那么这个燕灯无根还有刚才除了圣影以外的就是 其他呢实际上是他这个有之数和无之数有心和无心呢就是都具足的 他这里呢事实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应该这个 所谓的有之数和无之数呢就是具不具足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这个具不具足性的意思 其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的无根以及现在根的群体当中存在的色等四经是有之数 就是有之数而这以上呢就是刚才不是讲这个其他的具种呢有之数和无之数都已经具足嘛 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根呢比如说燕根鼻根这个二根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可以具性的就是燕根呢就是他具足这个颜色 因为他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就是他就可以这个 然后呢就是在燕根这个群体当中就是所存在的这些围成吧就是这些围成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不管是色也好像也好围柱 这些呢就是都具足那个具足什么呢就是具足性的就是具足性的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一个问题 然后过去和未来存在的燕等无根以及色等 此境虽然于相续 emphasize 是这个现在之法 但啊就他意思是这个未来吧 就是他们这个呢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有始终的这个说法而已 实际上呢这个未来的这个严根和他这个 public Version 它的群体面前就是所存在的 这些是没有心色色色的话 如果它真正存在的话 那么现在的可以被心色色 未来的为什么是不能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是有始终的 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他说是过去也存在的 然后未来也是存在 但是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完全是有始终的一个观点 我们大乘为始终观点的话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 他说过去未来存在的 眼等物跟色等四经 虽然与相续所色 并不是现在之法 但除了根本的身体以外的 像续法指甲学业等 以及不被相续所色色的法式物质术 他这里除了身体以外的 比如说头发它具足心 指甲具足心 这样的说法是没有的 他自己感受也是没有的 学业等等这些 一般我们人们也是这样的吧 我的素质就是他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的指甲的话 指甲跟素质有很大不同的执着 执着完全是不同的 然后自己的头发认为不是自己的身体 他认为他没有什么指数 所以这里面的差别就是这样分的 这里指数的意思是对耕等色法做厉害 这是他们一般什么叫做指数呢 指数的意思就是对自己的耕等有一些有利有害 结果产生感受的话 这个就叫做是有指数 就这个意思 结果会产生苦恼的感受 作为心于一切心所得所以 也就是说是人们就经常说是这个 他有没有这个心 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七心 这些具不具足心的话 那就是当然他自己是心 不可能具足第二个心 也就是说是人所说的有心 因此言等五根唯一是有指数 他这里言等五根的话 完全是唯一的有指数 他可以具足这个心事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五指数的有九节 前面已经讲了 有指数的就是有五节 有指数也五指数都有的是四节 这个全部都具足的话 后面的色等四节 这个就是他这个未来过去分的时候 过去和未来的时候 有时候是不存在 有时候现在的话 就是存在的 就是这样来分的 然后下面讲 应该就是那些是四道 我看 就是大众所造和非大众所造方面的分析 大众所造和非大众所造的 就是有哪些 他这里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这样讲的 所处大众所造 神与九种色法界 大众所造五表色 这是刚才那个九个问题 十种色界几几句 哪些是几句的 哪些是非几句的 就是他十八节当中 是这个 然后下面我们讲 大众所造 他这里这个所处的话 就是分大众和大众所造的 有两种 那么大众所造的话 应该是有九种 神与的九种色法界 他这里说是 说出实际上是大众和大众所造的 有两种 当然大众前面所讲的四大 然后什么柔软等 就是中共有大众所造呢 也是有七个吧 其实他这里讲有一部分 大众和大众所造的 然后剩下的九个 像色等 其他的法呢 就是唯一的大众所造的 还有呢就是无标色的话 也是大众所造的 这个可能比较简单 然后下面这个 十法的十种色节 或者是几句的话 也是这样分析的 科判里面 不是那个讲义里面这样说的 若问十八节中 大众与大众所造的有哪些 不是大众与大众所造的有哪些 说出是大众与大众所造 就是有两种 就是这个说出的话呢 就是大众和大众所造有哪些 因为所注重的 地等四大是大众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还有这个上面呢就是 这个如然等就是上面这个 什么这个能啊 还有那个饥饿啊等等 就是这些 是四大为应所造 就是这个四大为应 这个大众所造 谁一得严当九 严当九 九色是唯一大众所 对就是九种色 就是刚才那个所处建下来的话呢 就是其他是这个 就是 全部是那个大众所造 法界的一部分 五表色 就是他这里这个五表色呢 就是也包括在这个大众所造里面 就是是大众所造 因为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一切大众作为应 彼则称为五表色 就是前面刚已经这个询完了 以说明了五表色为过色 剩下的这个七行界和 还有这个除去五表色以外的法界 这个法界呢 就是大众和大众所造 而就是都不是 就是这个七行界呢 就是大众也不是 大众所造也不是 然后呢 那个五表色以外的 就是像这个无为法 就是这些的话呢 就是也不是大众 也不是这个大众所造 就是这两个都不是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是有些法呢 就是仅仅是大众所造 刚才那个出的话 所出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大众和大众所造法的 然后有些呢 就是仅仅像五表色的话呢 就不是这个大众 就是这个是大众所生的 就是大众所生的 还有些呢 就是也不是这个大众 也不是这个什么 这个大众造所生的 所以这些呢 就是分三个方面来分析的 十八节当中哪些是积聚的呢 就是他这里积聚呢 就是未曾积聚的意思 那么他这里说 这个言当十色戒呢 就是绝对是这个未曾积聚的 然后圣语的八戒 就是圣语的八戒的话呢 就是不是这个积聚的 他这里这个积聚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五表色和游表色吧 就是五表色的话呢 实际上表面看来是 他应该是这个积聚的 就是包括在这个色法里面 但是他呢 就是也不是那个真正的这个未曾这个索聚 就是所以呢 他还是这个不包括在这个色戒里面 就是他前面的这个 言当那个十种这个色戒以外呢 就是其他的还有八个戒呢 就是不是这个积聚的 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就是这件事情的 就是这个积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